吴珍珍 29岁 福建人 卡斯玛尼亚大学 硕却 哈喽大家好 我叫吴珍珍 我是一名海归 之前在澳大利亚留学过五年龄八个月的时间 我读过五所大学 修完一百多门课 除此以外 我还有五本执照 对了 我还是国际会计师协会成员 和财务师协会成员 现在我有一本小说在网络上走红 我计划今年把它出版 并且在同时我还在写另外两本小说 谢谢大家 珍珍 你好 你好 我在看到你的时候 尤其在听到你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是自愧不如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彩 我们来说说大学的事儿吧 好吧 嗯 我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 同行啊 同行啊 我们来说一说 你上了那五所大学的事儿吧 我想把这一部分 留到天生我有才那个房间来展示 我希望大家现在先淡化我的学历 我希望你们更看到我这个人 我们不是强调你的学历 我们不强调 怕你的学历有假 是你上来之后说你拿了五所大学 我们现在都感兴趣的说 这五所大学是 你为什么 我们只想问你为什么要读五所大学 之前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很多boss跟我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而不是我们来帮别人培训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 也许文凭是不够的 他们更多的是要一些相关的专业执照 所以我就不停地在考执照 其实你刚刚说五所大学 你不是念了五个学位 对不对 你是念了资格证书 对 不是毕业不是学位 这就是刚才吴蓁蓁说到的执照 所以注意啊 不是学位 那你已经考了那么多执照了 就在澳洲工作 你回来干嘛 我觉得海归最大的作用 应该是起到一个丝绸之路的作用 中国花了这么多年培养你 你毕业了就留在国外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已经拿到澳洲永久居民 我可以自由出路 我希望能够起到海归的作用 就是把中国的文化传出去 把国外的文化传回来 我现在做老师就已经起到了这个作用 就是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英语老师 在一个大学 当英语老师 那为什么不做了呢 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很多网友会质疑我 长得不像老师 觉得我太非主流了 或者是太个性了 然后中国是一个 你为什么会是一个网络上 非常有名的人呢 你在学校里授课 不是在网络呀 我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我本来是一个 没有上过电视 很普通的一个女生 因为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不小心被推到 分头乱间 你知道你很矛盾 你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 你说网友说你非主流 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自我介绍里面 你非常开心的说 最近我有本小说 在网络上很红 所以你又享受红的状态 我觉得做人家 坚持自己的个性 别人说什么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觉得 关键问题是 学校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 所以是你压力大 还是学校压力大 我不希望 我觉得既然学校是我的boss 我就要维护他的群 所以我不希望 你现在已经辞职了吗 没有 你没辞职呢 就来这块找工作 你的boss看到 这也是对boss的不尊重啊 这是一个机遇吧 正好我有这个机会 我是一个珍惜机会的人 所以我还是那个问题 这块好好有一个工作呢 然后有一天 你要把一个大学的 英语老师的工作辞掉 而你认为你从澳洲回来 就是传承文化的 这个工作是你传承文化的 很好的一个通路 对吧 对 在这种情况下 辞职理由不详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那时候看到了 李洋老师的视频 我认为李洋老师 在他的教学视频里 很好的诠释了老师的位置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也可以在教学视频里 成为一个老师 也许有更好的机会 能让我在更高的舞台上 展示我自己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别鼓掌 别鼓掌 别谁语速快 咱就鼓掌 他是不是叫 李洋克里斯英语 对 他看到李洋克里斯英语 在这个很疯狂演讲 然后一呼百应 那种场面 他觉得英语教学 会有更好的方法 他不甘于在 那个小学院里 当一个普通的英语老师 他希望都有 一个更大的平台 就当英语老师 然后可以做到 一呼百应的效果 而这个舞台 就要非你莫属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知音难命 我觉得现在教育 体制太成就了 我会坚持自己的路 做教育界 Lady Gaga 我严重质疑 他现在是不是 继续还在职 在工作 因为近半年 我会频繁地 在各种各样的媒体 当中看到他 如果一个 有正常职位的老师的话 没有这个时间 你现在要不要找工作 我希望找工作 如果跟老师有关 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等在课余时间 做我的老师 因为我在教学视频 有更大的空间 你现在在做着 这个英语老师的时候 仍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做你的教学视频 个性的教学视频 可能学校不一定能接受 他们希望推出的是精品课程 就是老师拍的是 传统式的教学视频 对 你没推出来 你怎么知道 学校就不能接受呢 这些东西 我相信你在 你是中国人 你会明白的 你开始真的让我愤怒了 你开始真的让我愤怒了 如果你要说我是中国人 你是澳大利亚人的话 那么咱们就可以 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我不是这个 你误会了 第一 我也是学校老师 第二 奇怪的老师我见多了 第三 有个性的老师 学生喜欢 并且能够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 澳大利亚人 请您回答一下 没有 我是中国人 我永远都是 我只是想 我想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些 可能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要求 可能有的学校会比较传统 有的学校比较前卫 而且邵刚 我特别想知道 他说了半天 这个舆论压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就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邵刚能不能看一看 他当时教学的照片呢 他到底看的是什么 还有个照片吗 你没问题啊 就是你大学不是一个很好的 你没有教学的照片 不是 教学的问题是 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在网络上 引起了巨大的声音 什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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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最重点的 刚没解决 没搞清楚 两个问题 第一他刚说了 他想做一个老师中的Lady Gaga 他把自己想成一个明星 他刚说 他参加了一个活动 到了一个风头浪尖 引起争议 是什么活动 让你怎么觉得到风头浪尖了 还有第二个 你刚说你出书了 然后你觉得你红了 你怎么红了 这两个问题解释清楚 我觉得刚才问题 迎人而解了 能不能看一下我的简历 我为这个节目做了一个简历 这是个什么样的简历 给我们解说一下 我觉得回国以后 看到大家很多人都来参加求职类的节目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看到简历 或者是名片 因为我觉得简历和名片是一个人生的缩影 是蛮重要的 吴正珍啊 我求你 你先把简历给我 我一会都还给你 我求你正面的 直接的 坦率的 回答岳明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特别简单 也是我们12个人的问题 就是参加了一个相亲的活动 然后 电视上 对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 然后面引发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很多人就质疑 老师不应该这么高调 然后就哭了 你就哭了 但是这件事情和你继续去做 你的老师没有任何关系 压力很大 就平时上课的时候 很多学生 就是别班的学生也会跑来看 然后就感觉压力非常的大 你说你做了一个栏目 跟网友误解你了 说你是非主流 跟你自己走出来说 我想作为教育界的Lady Gaga Lady Gaga不是主流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作为一个海归 我抱着一腔乐血 回来当老师 海归根本人 我说了 他就是把自己放在关系 我就用30秒钟 跟这姑娘交个心 你看啊 吴正珍 我也是大学老师 普普通通 该教课教课 该干活干活 这是工作的组成部分 这是第一 第二 咱们谁啊 都别把谁 咱们别自己 给自己屁股里的 塞火箭往上窜 然后你上来之后就说 我是回来 报效我的祖国 传递着什么文 太大了 姑娘 扛不起来 第三 你上来说 我已经是公众人物的 风口浪尖 第四 你发了一个网络小说 又让自己红了 你用的词吧 都忒大 都是普通老百姓 干嘛拿 把自己往上架呢 我的感受 请供参考 我觉得可能 有些用词 对 就是不是很淡吧 因为我想 这就是真实的我 我希望你们能看到 我的真诚 我想我把我真实的一面 表现在你们面前 我不希望去伪装自己 就算伪装得到的工作 我感觉也不一定能做得成 谁 你说我苦口婆心这么半天 我曾教你伪装了 你说 我觉得她的情绪跟情感 好像就这样拧了一下 然后永远不知道 就从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现出来 小刚 小刚可不可以让她 把她的那份简历 再介绍一下 我还挺有兴趣 介绍一下你的简历 我这个简历 我淡定一下 我们 平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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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别哭 我就想跟你说 其实每一个人 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完美的 你这样做很勇敢 大家很欣赏你 这是一档电视类的节目 要让全中国人民 都看得到 不要再犯你以前 犯过的同样错误 我为这个节目 我做的挺多 我做准备的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之前在国外读书 一个人 也是很努力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我觉得 我想说一下这个简历 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 没有一个 专门做简历的机构 我感觉这是一个空白的市场 所以我设置了这份简历 这份简历是 正面是我的人生的介绍 主线是 我是一个海归的大学老师 然后这是我的那些 执照 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些电视节目 这是电视线 是吧 这是什么线 这是什么线 这是我出过的歌 和写过的小说 出过两首单曲 然后写过一些小说 然后这个也是做过的专访 比如说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 好 行了 现在平静了 咱们说回到找工作的事 好不好 咱们最后说一次 你到底要找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 我要想想怎么说才不会太大 不要太大 简单 好不好 觉得 因为我 我喜欢写作 然后我中文的也还OK 是不是 然后英文也还凑合 我相信我能够帮助企业来开拓一些市场 我想问你一个一件事情 就因为你特别想做这个企业的市场拓展 如果我们给了你这个工作以后呢 那其他的那些爱好能不能放一放 能专心只做这件事情 为企业做 我相信我会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我只能把我真实想法告诉你 我不想 不想说我会翻轻 但是我会不影响工作 所以现在学校也没有把我操掉 因为我教学没有耽误过一堂课 我是一个有责任性的人 好 来 12位 到了你们 表达态度的时候了 吴征征 去或留 选择 我觉得现在教育体质太成就了 我会坚持自己的路 做教育界的Lady Gaga 另一小时登陆分屋舞台 应职过程低等起伏 我为这个节目 我做了很多准备的 其实我跟你 不要在犯你以前犯过的同样错误 就是事实上 他真的做了非常好的功课 功课做得很好 能让你来是我的一种任务 我等你 去或留 选择 好 有五位留了下来 曾经 你要向这五位证明 天生我有财 这就是 这就是 好多证 对不对 是吧 巴拉瑞特大学 市场营销本科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别的选手的 你可能会有的词看不懂 所以我都已经全部标好了 而且外面加了一个壳 因为这个证书不能复制 所以我就把它加了个壳 这样 也会比较好 曾经你身上真的有特别可爱的地方 我现在开始喜欢 特别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特别直接 完全不顾及主持人的感受 对不起 你在这边 不用对不起 你特别体贴 我一张都看不懂 一目了然 所有的证书 这儿呢 就是 吴争争同学 各种各样的作品了 这本叫 吴争争的圣经 是吧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这是一个相经少的书 我就是 就你刚才说火的那个嘛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说 不不不 就是在网上点剧量很高的那个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说 没有 你看你现在又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要 好不好 怎么舒服怎么来 好不好 争争 我不能和他聊了 我一聊他就对不起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好吧 吴争争同学干了两件 让我看不懂 几天看到了我看不懂 其中有一件就是不断的考证 嗯 其实呢 他一直在找自己 嗯 从考证不断的找寻 在考一个新的证 然后从澳洲 一直找到中国 我不知道你到今天找到了没有 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啊 回到我们这十二家企业上来 看过任何一期非你莫属吗 看过五期 做过抽样调查 哎 上刚真的我想说两句 嗯 然后我觉得他是从我们今天录制的 早上到现在为止 其实准备工作做得最好的 最详细的 而且从他的这些 我能看一下吗 贴的这些东西 他足够细心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做的这个表格啊 这表格里比如说 呃 这块是中盟世纪 啊 如果去了中盟世纪 可以做教学视频 因为你是影视的嘛 好细心 那如果要做了酷训呢 职业的时间很灵活 就是事实上 他真的做了非常好的功课 功课做得很好 那我没有什么话了 没有什么话了 我觉得这女孩到这一步的时候 忽然觉得 他真让我史无前例纠结给选手啊 从不靠谱上 我觉得现在要有点靠谱 哎 你看到这个就相当靠谱呢 相当靠谱 对对对对 因为他做这种准备 如果是一个求职者的话 哪怕他不符合标准 我会给他网开一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能够用薰索一件事 把求职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少 我跟慧普有同感 因为他刚刚上来的时候 我有点讨厌他 因为他觉得他在炫耀 他自己拿过多少证书 但我看到第二个环节的时候 我觉得我灭灯可能有点早 好 我们还可以给他点机会 但是你已经灭了 少哥 我有一个问题赶紧要问一下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 刚才我们几个boss在这聊 你刚才出那个表格 做得很棒 但是都是跟企业合作的方式 我能用到这个企业的什么 我能 但是我们12个boss团 不是摆在这任人利用的 对吧 来世家园的话 你觉得你做哪个工作 比较能胜任 后面的话是 如果你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可能考虑跟你合作出书 但前提是 你先把一样普通的工作 做得非常好 不然的话 我没有必要 我这边有一份很详细的 关于各个企业 企业文化 还有职位工作描述 我在世纪家园是 我看到 慧普先生你们 世纪家园是 在线婚恋服务的企业文化 然后我提供的职位是 市场专员 我之前有看过这个职位 我个人认为 市场专员这个职位 很适合我 我全部都分析好 你的个人优势 个人优势 我可能 我就是刚才说的 相亲小时候 可能你觉得特好笑 然后我现在不敢 我很想听一下 站如文化 你喜欢我的 因为我本身 越是呢 越是呢 别着急 就是我本身 就是相亲出名的 那些很多人会 就知道我 而且我相信 我做活动策划这方面 还有包括市场专员这方面 我本身就已经具备优势 明白了 那历史可能是 企业活动策划方面 我并不是有非常多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 我本身这么努力 我学习能力是很 还OK 就臭恶能用的 好 你看你又开始 我跟你讲 就是留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叫自吹自擂 你刚才这样 你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叫网字菲薄 咱们不至于 还有中间状态 叫实事求是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 是一个团队 团队合作很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合作 对 我现在也发现 和你有合作的感觉了 但是你记住啊 现在我希望你到 实事求是的状态 不要再网字菲薄了 我希望你能开心一点 乐一个 少康老师 我跟你讲 你要不红啊 天打五雷轰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个女孩子说 你快乐一点 然后哇 就把我放到那个位置 随后哗哗的哭 一个女孩子用自己的痛苦 换来了主持人的快乐 哇 你的这种牺牲精神 和大无畏的意识 不行 我真的不想哭 小的时候坚强的女孩 能够换成人的封禁 但是我觉得女儿 女人最大的法宝 其实是她的温柔 跟她的柔弱 这样的话 能够唤起老板们 被需要的那种感觉 也许这样的话 它更容易迅速的达成 自己求职的印象 来 站在我身边 握着你的手 就像咱俩要结婚一样 然后打气加油 好不好 无畏 现在 他们要决定你的去留了 到底让珍珍 继续还是离开 先走 谢欣离开 来来 欣欣你不用说话 你不用说话 谢欣 一会儿我让吴正珍 在结束了之后 下场之后 站在你面前 看着你什么都不说 就哭 四位 来说一下能够提供的职位 就是观察她之后 我觉得有两个职位 她可以适合 第一个 第一个是人力资源部的 培训专员 第二个是 企划部的企划专员 吴戴妮小姐 顶尖人物 国际咨询公司 我提供的职位呢 它是一个价值三万元的 一个半年的 一个情商跟决策的 一个发展的计划 我希望你更好地 去运用你的激情 帮助你做更好的决策 然后当你自己的老板 带妮是你给她 你要赠送给她一个 一个培训项目 让她去学习一些 学完之后让她当老板 谢谢带妮 非常好 我替她接受了 但是 从提供工作的这角度 现在带妮 你要灭灯离开 谢谢 抱歉 第二份工作 刘慧璞 是一家园 我现在真的能提供给你工作 但是我在一直在想 是否适合你 我给你两个选择好不好 第一个选择是活动策划 无论你选不下我第一份工作 把你小说寄过来 我会在 华南区的几场活动中 做你的小说的推广 一和二两个选择 哇 什么叫一和二两个选择 二和工作有关吗 当然有关了 帮她在作家之路上 有点处理 好了 好了 就把你的那个 把你 把你 假人文关怀的那套收起来吧 我真的是人文关怀 你现在能提供的就是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活动策划 小辉 我给你提供的工作是活动策划 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 我不希望你在工作当中 去做你 还在做你的视频 因为 我希望你能够把工作 做到最好 好 就是这样的三份工作 走上前去 先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谢谢您 在这眼影风 留下来的是 市集家园 和 战炉文化 要和二位谈前 不伤感 活动人员的薪水 由底薪和浮动工资 两部分构成 那底薪呢 考虑到你英语比较好 就是硕士学位 我可以给到3K3到3K5 然后奖金部分呢 是根据整个月的这种 活动收入来进行提成 好的 谢谢您 考虑到你的整个的学历 情况 大概起薪是4天 那么 在市场营销 这个部门呢 每个月有500块钱的补助 明白这意思了 基本了解了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这两份工作 你接受的是战炉文化 还是市集家园 还是对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有个问题 忘记问了 问谁 问两位 就是如果 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交接时间 因为我还没有跟学校说 我觉得我要对学校负责了 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说句心里话 能让你来是我的一种愿望 你不来也有合作的机会 我等你 我之所以留下来 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表现 无论是三个月 还是半年 如果你要愿意选择 我觉得我这都会有机会 好 大家给出来的答案 大家给出来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 15秒钟的思考 战炉文化 市集家园 谢谢 再见 三选一 战炉文化 市集家园 谢谢 再见 三选一 我觉得我应该要先跟大学那边盘一团赛做决定 所以我是这次的选择制 谢谢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你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是又回到了我最初给你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在找一份工作 还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沉淀一下自己最近浮躁的心灵 想清楚 有机会再回来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也许回去做老师是能够实现我梦想更好的方法 我想说如果我不是真的想来找工作 我就不会做出那么多前期的准备 我相信做那些统计的表格都是需要时间的 哇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实在是那个波澜壮阔 像坐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我的愤怒 但是当看到一个女孩子流泪流成那样的时候 我的那个愤怒消失了 然后一下 我又陷入到同情的谷底 但是当她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又记起来我刚才是为什么愤怒了 我又上着 我希望这样的过程 你也同时在坐这过山车 是是是 我相信她现在回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改一改她那个那个简历 把我们这个节目也放上去 是是是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